几个月前 在青党的时候 我误色了几名 共党的不坚定分子 把他们安插在了 红军的内部当钉子 这些消息 就是从这些钉子的手里 拿到的 好 好啊 这就是一颗钉子的作用 一颗钉子可以胜过一个团 胜过一个师 对付共产党 一定要有耐心 只有放长线 才能钓大鱼了 过去我们总是被动 就是因为咱们缺少内线 好了 我们终于有了主动权了 前面啊 你说的那个冯白鞠 我以前听说过 他是一个狂热的 农民运动鼓吹者 常在穷山一带 你说 这个冯白鞠 他是共党特伟的首脑吗 这个属下还不清楚 只可惜 让他给跑了 属下失职 好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 属下明白 幸兵啊 我还听说 你跟冯白鞠是校友 确实如此 属下和冯白鞠 都是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的 他逼我早入学 是我学长 在校袭间 我们未曾谋面 后来在海口 倒是有了不少交集 那个时候 清党的命令还没有下达 我跟他也就算是 非敌非友吧 清党的命令一下达 他成了漏网之鱼 我们就再也没有碰过命 好了好了 你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手下一定竭尽全力 不让冯白鞠 逍遥法外 我已经向部队发布命令 命令向母瑞山一带 发动全面进攻 本人要亲自去前线独占 这里的一切 就交给你了 来 你上去 冯明同志 你亲自来了 不错呀 总司令身陷士卒 势必攻亲啊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吧 我跟你说 这边是印刷所 转过那边 就是咱们特别的直属机关 还有医院 离这儿不远 你过去检查一下吧 不错 辛苦了 冯叔同志 国民党反动派 是不会给我们 太多安逸时间的 情报说 高老才已经率领他的第十四十 主力部队 朝着母瑞山进军了 大战 即将打枪 管他什么 高老才 矮老才的 我们就知道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战什么说了 只要有母瑞山区的革命群众 做后盾 就敢跟那帮反动派们 战斗到底 是不是 战斗反动派 战斗到底 战斗到底 战斗好 好 好 豪气甘云 英雄本色 罗秀才 此情此景 不可无师啊 这场面本身就是一首诗啊 一首凤凰涅盘的史诗 战斗要快 动作要快 同志们 关键时间 抢销公事 大家动作快一点 加把劲啊 文兵同志 你怎么上来了 程达同志啊 这里才危险 赶紧回后方 是 战事一开 慕瑞山已经没有后方了 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 咱们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势 是 要想攻上来啊 且费这功夫呢 很好 专告同志们 一定要坚守阵地 绝不能让敌人 踏进慕瑞山去半步 慕瑞山一手难攻 且亦隐藏 不利于大部队正面作战 有劲使不上啊 黄司令 到 你有什么好的介意吗 在我们乡下 有个捕鸟的土办法 很管用 叫 砍山捉鸟 砍山捉鸟 对 什么意思 这片林子如果没有了 鸟也就无处藏身了 好 好一个砍山捉鸟 好 我就按黄司令的建议办 不过 我再给你的点子上加一码 叫雷霆万军 师座的意思是 用炮轰 对 用炮轰 周三毛 到 传我的命令 命令攻击部队全部撤回 同时命令 琼崖所有的炮兵部队 携带满基数的炮弹 三日之内 必须在我这集合 是 师座 高明啊 高明啊 我看他这只鸟 还能往哪儿飞呀 文明同志 敌人好像并不急于进攻啊 不打了 搞什么命当 不对啊 这高某人带这么多部队过来 三天了 就这么撤了 工有工不上来 部车能怎么着 依我看 这个姓高的 也就这么三班府的工夫吧 不能大意 敌人这次来者不善 是不会轻衣罢休的 你们都在这儿 岳虎同志 敌人真够歹毒的 怎么了 他们在山外围建筑碉堡 强迫群众搬家 分兵包围控制路口 切断一切角度 他们这是想隔断 我军同周围群众的联系 困死我们 所以我们冲出去 击破他 那不行 要是强硬突围 这样的话就中了敌人 调虎离山之计 就严下我们的力量 不能正面与敌人直接相聘 只能凭借这里的地势 与其周旋 寻机鉴定 报告失踪 炮兵部队和步兵团 已经做好了 攻击准备 好 按计划试试 是 真是窝虎藏龙之地呀 可惜啊 就要天翻地覆了 文明同志 快看 这帮阴险带毒的家伙 拿老百姓当挡箭牌 太坏了 不光是挡箭牌 他们逼着老百姓 在前面砍山 给他们开出一条 进攻的道路 这是一戒双调的毒计 那我们该怎么办 到底打还是不打 凭什么不打 不行 只要我们一开火 受伤的首先是那些 离祖的老百姓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命令不对 马上撤出阵地 全部向纵身转移 王文明同志 如果我们 向纵身转移的话 敌人就会攻占 我们现在的阵地 到时候他们进可攻 退可守 我们可就会逼死在 深山里了 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同志们 我们毕无选择 我们红军 不管到了何种境地 也绝不向老百姓 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 开一枪一弹 这是原则和底线 也是我们红军立足之本 执行命令吧 撤 是 同志们 撤 快 快射 丧心病狂 走 快 快 文明同志 快 文明同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快组织大家撤退 快 好 同志们 走 快走 快撤 外面同志 外面同志 快走啊 走啊 走 按我的命令 向牡蕊山发起全面进攻 消灭共党 是 快 同志们 来 你 国君 姆瑞山大捷 共党残部 坐鸟兽散 这不会又是敌人的 虚假宣传吗 这次不像 大家想想 姆瑞山的同志 多久没有和我们 特为联系了 还有 我们几次 派往姆瑞山的交通员 几乎都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些情况 属实的话 那我们可损失惨重啊 最近 宫运进展缓慢 兵运 更是八字没有一匹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急 可是有人消极应付 天明同志 把话说清楚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还能有谁 海口侍卫负责人 王德彪 王书记 我接受特委的批评 可是我也希望 特委能够理解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你到底有什么困难 你就说嘛 我早就提过了 兵运这种工作 开展起来 比工运 农运 难度要大得多 工人 好歹是我们自己的 无产阶级兄弟 什么事 好沟通 可是 要想让那些国民党部队 心甘情愿听我们指挥 谈何容易啊 我们知道这有困难 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 完成这项工作 对我们的意义 十分重大 王德彪同志 现在 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刻 以兵押境 文明同志 带领去姆瑞山的部队 凶多吉少 全球的希望 都押在我们这儿 作为工作重心城市的负责人 你责任重大呀 我明白 我会努力的 文明同志 你怎么了 来 去那边休息一下 来 慢点 文明同志 你又吐血了 不要含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下去可真的不行 我去找康护长来 回来 康护长手里什么药都没有 你找他来有什么用啊 可是你的病 我自己的身体 我心里有数 现在咱们队友里 负责的同志还有谁在啊 何易同志负伤了 跟在后面的收容队走了 禀叔 叶熙两位同志 还在带领部队 继续与敌人的搜索队周旋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是特别好 临日作战和刑军 使他们损失惨重 刚刚建起的营地 全部被毁 粮食供应极端困难 已有两百多人 扼病而死 军械厂和医院人员 近死不存 幸存的三百多人 大都满身皆选 万民同志 万民同志 记住 不要跟外面的人说 我有病吐鞋的事 以免人心浮动 如果 如果我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 你就去找兵叔 叶熙 孙城大几位同志 让他们想特为情事 就说是我的建议 让封白居同志 来接替我的职位 我记住了 闻明同志 刑必大队长 想什么呢 怎么不下去跳一曲啊 师座 属下历来没有这个雅兴 武姬也差得很 不敢下去歇言 不对吧 我怎么听说 你行宾大队长 是经常出入这种快乐的场所的 而且武姬 也堪称一流 在整个海口 也无人与你相媲美啊 属下 属下 其实是没脸欢乐 为什么 师座 您亲率大军 劲角共同 所向批命 放有今天的母瑞山大劫 大功告成职 欢乐庆功 那是理所当然的 可师座 交给属下 彻查海口中共特委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属下 怎么敢跟 诸位凯旋者 同欢共乐呢 你要不说 我还差点给忘了 我说 上次会上 我说得太重了 你是不是还耿耿于怀啊 属下不敢 其实属下 此一时彼一时 正所谓 提之不存 谋将烟佛 母瑞山共产党 已经被我们剿灭殆尽 共党特委分子 也已经成了一批光杆司令 你不用再这么着急了 你可以踏踏实实地查 仔仔细细地查 抽丝薄茧 我相信 早晚 有你行宾大队长 庆功的那一天 谢教官体谅 我一定竭尽全力 把琼雅 中共特委分子 绳之余法 祝你马到成功 好了 放松放松 跳一会儿吧 是 吉时已到 金人落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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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知道是谁家图的 这么倒霉 这是哪户人的曲线 这么热 还会有谁家能有这么大牌场 团队阿弟 福气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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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东西都六十多岁了 怎么还娶媳妇啊 人家有钱 谁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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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追 老头子 这 这怎么跑咱家来了 干什么 老人家别怕 我是共产党 被敌人打散了 有人追我 你是共产党 真的 不信你看 这是我的徽章 快快快 跟我来 快进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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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有没有个共产党跑到这儿来 没有 什么人没有 真的吗 老头 真的没有 你 老家伙 我看你才是共党吧 今天让你四个明白 这就是窝藏共党的下场 王宁我烧了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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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头子 老头子 有个地方 更需要你 哪里 城外 城外 特委不是已经派人去过了吗 还不止一个 但局面稍微打开 特委会议研究 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什么时候出发 你同意了 我服从组织安排 好 你的穹山县委书记一职 由陈秋副同志接任 你去城外 担任县委书记 越快越好 是 占卜算命 阴阳五行 石挂九灵 请 这位大哥 看风水吗 灶屋 荤配 动土 愿为您指点迷津 不看不看 展卦算命 五问前世 姑娘 跟你打听个人 谁啊 好像叫 曾 什么雨的 你是 我是风水先生 他要盖房子 让我帮着看看风水 我不认识 没错呀 就是他 姑娘 姑娘 你等等啊 姑娘 姑娘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还跟来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认识曾慧雨 我刚刚只是问你 曾什么雨 我可没说曾慧雨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你真的找错人了 我 我就是不认识那个什么 曾什么雨的 曾慧雨同志 你的记性未免太差了吧 当年开全穷工农兵代表 大会的时候 你作为城脉的妇女代表 还上台发过言 我都记得你 我都记得你 怎么 你把自己给忘了 我看 你是想当逃兵了吧 你到底是谁 冯白鞠 冯白鞠 你真的是冯同志吗 慧雨同志 我都好几个月 没刮胡子了 快请进 情况就是这样 这么多天以来 那些特务用这种方法 杀害了好多支持我们的革命群众 这帮狗特务 竟然假借我们的名义 去欺骗群众 丧尽天良 这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现在好多人已经分不清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共产党 大家都躲着我们 所以 我刚才见到你的时候 才没敢认你 现在城脉的情况 比我想象到要复杂得多 慧雨同志 我现在虽然是县委书记 但是我的手头没有人 加上你 也才六个 所以我想尽快地 和咱们隐蔽的党员联系上 恢复我们的工作 配合姆瑞山的红军 把咱们的大旗 给扛起来 你来了 我们就有希望了 现在好多同志 都在暗处 等着党的召唤呢 要不这样 我现在就出去 跟大家取得联系 好 臭婆娘 我让你跑 我看你往那儿跑 我出去看看 我让你跑 我看你还敢跑 臭婆娘 打 打 又是那个村子里的扶老妻 仗着当团总的哥哥 都六十多了还娶亲 那个叫阿眉的女子 死也不从 每次逃跑回来 都被他们打个半死 阿眉这种遭遇 绝对不是个例 咱们的工作势不宜迟 要快 好 我现在就去 冯同志 你看谁来了 王文宇同志 白鸡同志 我总算找到您了 同志们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王文宇同志 是特委啊 派给咱们城脉县委的新成员 是当年红军西路军的营长 一员虎将啊 什么虎将 现在 都窝囊到家了 坐下说 都坐吧 你来了 我这帮兄弟啊 就带头大哥了 我这个人 斗大的字 使不了一箩筐 带兵打仗行 其他的 我也干不了什么 别谦虚了 你看看 这是我们新成立的 城脉县委 什么样的人才啊 都有 唯独缺一个 会带兵打仗的大将 好 那 我就不客气了 封白鸡同志 你相命令吧 你让我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你让我打哪 我就打哪 好 对了 咱们现在武装力量 有多少人 武器情况怎么样 这人呢 都在这儿了 就这些 你想挑谁就挑谁 这武器方面呢 我们目前有 十九支谋策枪 和三支伯克枪 都给你 有你呢 和冯道南同志 还有王善藩同志 组建一支队伍 暂时就叫 酬精队吧 主要是负责打击敌人 酬集经费 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 这些 都交给我吧 这手里啊 他得有家伙 这腰杆子才硬气 对 就凭咱们现在 这十几条枪 很难有所作为 咱们得多动动脑筋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去趟母瑞山 让王闻明同志 给我支援 好 文明同志 我们过去看看 辛苦了 梁炳书同志 是 同志们 握道 拿过来 你这一天能做多少个 请问哪位是王闻明同志 这位 可见到你了 闻明同志 你是 我叫冯道南 是冯白鞠同志 叫我来找你的 冯白鞠 他现在在哪儿啊 特委派他 到我们城外当县委书记 这次 就是他让我来找你 请求支援 好啊 这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这要是早几个月啊 我还等着他来支援我呢 就是 现在好了 说吧 需要我支援什么 枪 十支薄荷枪 我们要组织薄枪队 十支 五支也行 不行 我给你们二十支 二十支 怎么 嫌多 不不不 我们冯书记说了 越多越好 这个冯白鞠啊 他倒是狮子大开口啊 走 跟我说说 这冯白鞠同志 这些日子干什么呢 闻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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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秦瑞同志 冯运虎同志 辛苦了 山下情况怎么样 好消息 坏消息各一个 先说哪一个 当然先说好消息了 一直攻打 咱们那个高老财 已经走了 为什么 听说老蒋和什么人要开战 让他带队伍去帮枪了 我说这几天怎么这么消停的 就是说 敌人现在已经顾不上我们了 是啊 那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地恢复我们的根据地 咱们穷崖的红军 也应该大发展一下了 附近乡镇的苏埃政府 也应该尽快恢复 好啊 然后 再把咱们的小剧团也恢复起来 给大家伙 鼓鼓士气 太好了 我去告诉乡亲们 也让他们高兴高兴 这些天 可把我们闷坏了 行 咱们一起开荒去 手里有粮 心里不慌 闻明同志 闻明同志 我 没事 没事 对了 冯一虎同志 你刚才说的那个坏消息 是什么 交通员回来了 山下的几个老联络点 被敌人查封了 特别情况不明啊 闻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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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条加密线 周来 梳志 闻明 闻明线 闻明 unmobyl 山下切封线 龙欣海 向他当面汇报 好 我马上向特医汇报 报告 大队长 发现王德彪了 什么 王德彪出现了 是 我们一直跟到大众书店 那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 惊动他没有 没有 我们一直有人盯着 好 继续跟踪 记住 不要打草惊蛇 我要放长线 钓大鱼 书下明白 有什么重要事吗 黄初纪啊 我想调离海口侍卫 哪怕 去牡芮山也行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 革命现在需要你在这里 黄书记 我实在是没有能力 完成特委教给的任务 现在别说是兵运了 就是 原来联系好的 那几位下级军官 都避而不见了 特表同志 现在是非常时期 正是考验我们干部的时候 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 打退堂鼓呢 我以特委书记的名义告诫你 一定要坚持 务必得完成任务 可是 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呀 该坚持的 我也一直在坚持 所以 特委应该客观地考虑问题嘛 应当理解我们 现在的实际困难 是吧 某些事情 不是我们努力就能做得来的 你这种态度 怎么能把工作搞好 对 黄书记 我提出辞职 我让闲 让那些有能力的同志 来接替我的工作 这不是挺好的吗 特表同志 我看 真该考虑考虑你的问题了 快点走 后面右尾吧 黄书记 快走 跟我来 走 你们快走 我顿后 注意安全 好 那我们走了 你们快走 我顿后 好 那我们走了 你 什么 你让王德彪跑了 属下失职 现在不是谈什么 失职不失职的事 我让你马上把要抓的 共党人员给我抓回来 是 去的可能去的 一切地方不够 我就不信 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还有 那几个共党联络点 已经没什么用了 马上查封 是 再来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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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书记 敌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还有 兵运工作必须得加紧 不能因此而放弃 黄书记 我个人的请求 德表同志 你也看见了 阿平同志 为了掩护我们而牺牲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工作 怎么对得起 我们牺牲的同志 你调离工作的事情 暂且不提了 如果可以调离 也必须完成 兵运工作之后再说 我们分头离开 注意尾巴 特表同志 注意安全 一定完成任务 你们抓住了 共党海口市的市委负责人 是 此人正是王德彪 王德彪 好的 王德彪 他一定知道 共党特委的所在地 只要他开口 我会让他开口的 记住 他可是我目前唯一的一把 能够打开中共特委大门的钥匙 千万不能 有半点的闪失 司令请放心 住手 长官 谁让你们对王先生用刑的 赶紧给我松吧 好 都出去 是 王先生 我的手下很粗鲁 得罪了 赢兵啊 我对你是了解的 是 收起你这套把戏吧 好吧 那我就开门见山 王先生 在这种地方 该说什么 不用我来提醒你吧 没想到会来这个地方 没想到会来这个地方 我今天落到你们手里 要杀要挂 喜庭尊便吧 王先生 你严重了 我们有的是时间和耐心 等待王先生回心转意 好 对了 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 你经常联系的那几个 国军的军官 已经在昨天 让我们的皇长官 执行军阀了 你们所谓的兵便 也已经变成 一阵黄粮了 好 来人 让王先生 休息好 在附近 找一所好房子 上宾伺候 是 学藏同志 我建议 向省委请示一下 再不改变一下 我们的工作计划 怕是 是啊 天明同志 你同我一块去省委 嗯 大吉同志 你留在这儿 没有接到省委的通知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好 好吧 我送你们去 不用了 人多目标大 对了 你和王文明同志 取得联系 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了吗 交通员 已经派去了两个 一个被杀 另一个 无共而返 看来王文明同志的处境 并不比我们好啊 王先生 还有什么需要吗 等等 拿两瓶酒来 咱们现在讨论一下 海口 还有府城的 兵运 到底有没有可能 工运的前景 到底如何 是不是把王德彪同志也交过来 海口的工作情况他最清楚 他 他回老家了 说是 黄学曾同志 交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 具体的 我也没多问 据我们在监狱内部的通知说 最近有个重要的人物 被抓了进去 具体是谁 他不知道 不能是他吧 我马上派人去找他 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所有的人 都要采取紧急办法去应对 对 以防发生更大的不测 我同意 我马上去安排 王先生 我们队长有请 去哪儿 去哪儿 找地方 找不到 лось的 再去哪儿 infections 尽力 晴札 尤其是 天洁